3月5号是美国的超级星期二 有十几个州同时举办党内初选 那么记者现在正在 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所 那么在这次初选当中 也包括人口很多的加州还有德州 因此这次超级星期二的选举 对于来决定共和党跟民主党 最后会推出谁来竞选总统 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共和党方面 川普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他在海湖中原发表演说 我们叫它超级星期二 为了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奇妙的夜 一个奇妙的天 我们跟中国相当得很严重 直到决定 那我对我来说是有点太多 那我对我来说是有点太多 我不能接受那一项 因为决定是这么严重的事 它就像我说的在武汉医院 在武汉医院 我相信它是无认识的 我相信它是无认识的 有些人觉得它不是 但我相信它是 在民主党方面 拜登夺得超级星期二多数的州 拜登竞选团队发出声明 今晚的结果让美国人民 面临一个明确的选择 我们是继续前进 还是允许唐安德川普 将我们拖入他任期内的 混乱分裂以及黑暗之中 拜登说川普发誓从第一天起 就要成为独裁者 他承诺将司法部武器化 还吹嘘自己为在剥夺妇女生育自由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 拜登说川普对民主构成了根本的威胁 如果让他重返白宫 将抹杀过去四年所取得的进展 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赢得佛蒙特州共和党的初选 他之前已经赢得了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初选 海利竞选团队发出声明 说他很荣幸获得数百万美国人的支持 而如今在一个又一个的州 仍有一大批共和党初选选民 对川普表示深切的担忧 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州将来陆续举办党内初选 那么最终获得最多票数的人呢 共和党方面将于7月15到18号 在密尔瓦基市的党代表大会上来接受提名 民主党方面将于8月19到22号 在芝加哥的党代表大会上 正式接受征召出马竞选总统 美国新白光级的黄安逸 为经理亚洲报道